也是需要大家來幫我們推廣的 所以我就送上這個20年紀念logo 那這個圖案呢 也會做明年月餅的圖騰 沒有這個安排 好 對不起 幻想我自己是科維塔老奶奶 好 請大家繼續支持這個符號 支持20年的 還會有下一個20年 更多的20年的喜寒兒基金會 加油 董事長辛苦了 謝謝 也謝謝我們嬌哥 今天為我們彩繪了 哇 這三個大餅都非常的有意義 那今天呢 感謝三位來參與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也希望可以透過過貴賓的響應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我們喜安兒在中秋節 有推出這樣的月餅 對 那最後在 你剛剛都講到我是第一個客人 花磚引玉 那這150盒的數量 是近一點綿薄之力 那我也跟董事長許下一個承諾 當我要結婚的時候 我的喜餅也要請你們幫我來處理 當然 當然這個期限是遙遙無期 就是時間未定 但是我也跟您許下承諾 如果我結婚那一天 我一定要委託喜安兒 來幫我打造我的禮筆 麻煩你們了 謝謝 很開心在端午節還沒過的時候 就已經先把中秋禮物都選好了 就是有傑克的科威塔奶奶的會座 再加上喜安兒他們的烘焙屋 然後食安標準ISO認證非常高的月餅 然後結合成一個具有收藏價值的工藝的禮盒 我自己認購了150盒 拋串銀語成為他們第一個客人 我覺得很榮幸 剛剛有提到自己平常其實不太接待 對 這是因為深受感動 對 因為小燕姐是我師父 我受她影響很多 那她這幾十年也很少接待 除非是一些比較公益的 尤其是我們常看到一些出狀況的 然後尤其吃的東西等等 我們都特別謹慎 可是喜安兒已經做了20年 我覺得很感動 20年來要做這些事情不容易 因為我身邊最近有一位社工系的好朋友 那她其實在念大學的時候 也常常接觸一些弱勢的家庭 所以我們在聊天的過程裡面 常常聽到一些很感動的故事 所以像喜安兒這樣子 基金會可以做20年 相當不簡單 而且不是只是照顧他們 也給他們謀生的技能 開個店啊 然後做餐廳啊 做烘焙啊 讓他們可以更有自信的活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代言 喔 一定要接 這個是 倒貼都要來接 對 剛才有 結婚禮盒的部分 對 因為我 最近接觸到一次喜安兒的餅乾 是林依晨的禮盒 那時候我就蠻驚訝的 其實品質非常好 然後我才發現說 對喔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來做一點公益 就是結婚這個時候 當然這個日期是遙遙無期 可是我跟董事長許下承諾說 當有一天我要結婚的時候 也希望把這個 這個case包給他們 我們盡一點綿薄之力吧 我們在社會上 不管工作順不順利 其實都有很多貴人在幫助 所以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就貢獻一下 那希望這個日期不要拖太久 這兩年有機會嗎 欸這個嗎 我不敢說啦 但是我相信 喜安兒基金會都二十年了嘛 他們應該可以等我一陣子 應該可以再撐二十年 但是最重要是一個拋磚引玉啦 就是過年過節啊 或者是喜事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他們的產品 而且現在離中秋節還蠻久的 所以有一個招鳥優惠家 所以請大家多支持 那趙哥平常對於設計也蠻有設計的 那這次如果 剛剛已經說已經預約這個設計 那對這些設計 自己也沒有 其實這一次的中秋月餅有 科維塔 這次的中秋月餅 有捷克的科維塔奶奶的設計 我就非常喜歡 因為她是一個 五十幾歲才開始畫畫的 知名的插畫家 藝術家 那她的展覽這個禮拜也要開 那我剛剛看一看覺得說 如果我的喜餅繼續沿用老奶奶的畫作 應該不錯 因為見面三分情嘛 今天認識了以後授權比較好談 所以 雖然她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其實她根本都聽不懂 她剛剛一直跟我說 我都聽不懂你們在講什麼 那我覺得你們好友善喔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老奶奶的畫作 有一些線條挺前衛的 但是她傳遞了更多的是 童真跟赤子之情 所以我特別喜歡她的赤子之心 所以婚禮有可能以這個為止 對 其實我是一個中年大叔 但是心智一直停留在很幼稚階段的 一個就是小屁孩這樣 所以我看到奶奶的話我就很喜歡 然後我自己也很嚮往一個比較 氣氛是歡樂的一個婚禮